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可以读读书 看看豹 还可以在沙滩上享受凉爽的海风 于是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2年 住在这座沙堡的国王是李约社内卢的一位沙雕雕刻家 他设计这座沙堡的初衷很简单 仅仅是为了能够少交点房租而已 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初衷 却成就了一道令路人着迷的独特风景 最了解 每天都会有许多路人跟这座沙堡合影 甚至还有人会从千里之外慕名而来与他合影 而国王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于是便开始守着他的城堡收取合影费 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大部分时间里 国王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悠闲 为了防止自己的城堡坍塌损坏 他每天都会拿出很大一部分时间来给城堡排水 在城堡上刻画一些线条图案之类的 并且每逢下雨的日子 他便开始头疼 因为下雨会对城堡造成极大的损害 甚至可能将城堡冲塌 不过他表示 如果有一天城堡坏了 他还会重新建一座的 因为他付不起昂贵房租 对于这位穷困潦倒的国王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再见 感谢观看